水流沿著牆面傾斜而下 高雄暴雨下不停 縫隙雨秋冠瞬間變成瀑布 鏡頭轉到前鎮區 門前沿成一條小溪 變成天然飄飄河 當地民眾苦中作樂 根本就沒辦法出去 整個都沿到這邊 你看 我們都降水 咱們就坐起來了 沿到上面 會恐怖 每下大雨的話必沿 所以在漁港那邊 沒有辦法讓水推出去的時候 我們這邊的水流 我當然會在這裡激流 出不了家門還有網友哀嚎 能不能放好雨架 12號受到地壓帶影響 雨量集中高頻地區 6月12號截至下午3點半 雨量最多出現在高雄市南寮 208毫米 柯子寮也有207.5毫米 第三則是在屏東的東港 186.5毫米 今天的雨勢來看 那我們在這個禮拜調整為綠燈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西南氣流也持續的 在這個擴大 然後這個對於紓解我們的漢象 非常的有幫助 南台灣水清轉區樂觀 未來一週低壓帶加上滋留封面 迎接兩波雨勢 週二週三第一波降雨 主要集中台灣南部 週五週六第二輪降雨高峰 擴及全台 和今天早上相比 主要的降雨的雷雨 包括的雲系呢 已經慢慢逐漸的往南移動了 所以目前比較大的雨勢 則是出現在恆春半島 水雨量有來到20毫米以上 南方的巴士海峽 一直延伸到南海北部 這邊有一個雲帶正在發展當中 這一條雲帶到明天開始 就會逐漸的變成 影響到台灣的滋留封面 而這一波滋留封面 我們預計會一直影響到台灣 到禮拜到週末的時候 現在在台灣西南方 還有一大坨水汽推進中 這大雨下不停 恐怕還會一路到短午節 歡迎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